一期追新聞 今天要帶大家追的是國防武力 來看看美軍現在的演訓 常常出包 來看看現在中國除了窃喜之外 現在似乎對付臺灣也要出新招 但首先聚焦的 就是為了要抗衡中國 這是美軍包括了卡爾文森號 以及林肯號的打擊群 本週在南海演訓 不過卻出現了一些狀況 也就是F-35戰機發生的事故 意外撞上了甲板 其中除了飛官彈跳跳傘逃生之外 一共造成了七個人受傷 那事實上不只在南海 中國勢力現在也鎖定的 當然就是海峽對岸的臺灣 那除了共機頻頻擾臺之外 現在中共的海軍也開始常態性的改變了 現在意外出現 來看看這個地方第一島 也就是從日本琉球的東南方 再加上臺灣東方的海域 把過去大家預想的戰場 拉往東岸 專家認為這其實是為了要攻擊 臺灣的東邊空軍的基地 也是為了要切斷 包括了像是美國跟日本 如果未來從要想東邊來支援的話 這也似乎得改變臺灣原本的作戰計畫 因為我們原本是假設共軍大概會從西邊 海峽兩岸跨過來 那麼未來臺灣的這個艦隊可以撤到西太平洋 戰機甚至可以藏在花蓮 不過目前看起來如果北京積極的擴張海上勢力 未來這個第一島鏈被他們壓縮到東邊的話 臺灣是不是要改變作戰計畫 那事實上讓美軍非常緊張的 除了兩岸關係之外 現在來關心的也就是會不會真的免不了一戰 就是所謂的烏克蘭情勢 現在看起來一觸即發 以美國為首的北約 現在也嚴加戒備 不光成員調派的兵力 現在來看看美國五角大廈 現在收到的最新部署令 包含了八千五百名的士兵 都要做好準備 隨時要支援北約 甚至現在專家也警告了 中國還可能跟俄羅斯聯手呢 同步來升高區域的情勢 現在逼得美國蠟燭兩頭燒 大批二軍卡車 源源不絕抵達白俄羅斯 烏克蘭邊境情勢持續高漲 而美國總統拜登和歐洲盟友 進行長達八十分鐘的視訊對話之後 五角大廈下令 八千五百名美軍進入戰備狀態 隨時支援北約部隊 還在烏克蘭的美國人被要求撤離 眼看歐洲邊境戰雲密布 亞洲這邊也情勢緊繃 美軍目前在南海有兩組航母打擊群正在演習 而中國立刻回應 左邊俄羅斯棕熊瞄準烏克蘭 右邊中國貓熊瞄準台灣 這張華爾街日報的漫畫 清楚表明美軍恐怕會面臨兩面作戰的困境 尤其前美國副國務卿更發表文章表示 隨著烏克蘭情勢緊張 中國更有可能主動對台灣採取行動 讓美國疲於應付 面對外界質疑 中國照打太極拳 你問的這個不是外交問題吧 請你去找我們相關的主管部門去選 原來烏克蘭情勢緊繃是不爭的事實 不僅前線士兵掩家戒備 首都基輔也有大批市民自主加入軍事訓練 一旦俄羅斯入侵將會投入為國戰爭 中俄兩國雙雙升高區域情勢 讓戰允遍布全球 三地新聞